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能达到觉醒 开悟的境界 今天这个议题 主要是告诉家人们真正的灵性修行是什么 其实以一句话来表达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 我们轮回转世很多生 很多事 这就是我们轮回转世来此的目的 让我们拥有这个肉身载体可以去实现 可以去体验 然后在获得体验之后而有所领悟 否则 何必这么辛苦来到地球修行呢 在高维次世界修就好啦 由于我们人世间到处充满着错误的修行资讯 告诉世人修什么法门 神通 法术 什么方式等等 都属于身外求法 这项修行来误导世人 以至于现今人世间真正误导者少之又少 因此一般人就认为修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甚至误认为修行需出家或吃斋念佛 这几千年以来这种错误观念 以根深蒂固 深深地影响着世人 灵性修行是属于一种无形的事物 无法以有形的 具体的方式方法来表达 只要我们使用有形的方式方法来修行 就不是往内修而是往外修 只要是往外修就永远不可能悟到 因为道就在你自己的心中 那日常生活中如何往内修呢 首先 什么是神圣觉知 我们一般在头脑方面的所有认知 包括对宗教 玄学 习俗 知识等等的认知 都不属于神圣觉知 也就是说 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 读书 思考 推理等方法 用在修行上全部都是错误的方式 我们从小到大都被训练成用头脑思考 推理 这些都属于肉身载体头脑 小我的部分 这些只能称为认知 而修行需要的是心灵 本我的部分 所以才会称为觉知 认知与觉知 两者是完全不同层次的课题 神圣觉知 应该指的是自己知道真正的生命是什么 觉知自己与源头 与宇宙的连接 觉知宇宙的神圣法则 所以 神圣觉知只能随着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显现出来 体验是靠心去感悟才能获得知晓的 并不是用脑袋去思考推理的 抱歉 我们人类是无法不通过体验 就能够获得觉知的 所以只要不是通过新的感悟 而用头脑思考的都会沦为身外求法 什么才是真正的灵修 修行 即释放灵性之光 就是开启自我向内追寻的那一个念头 并持续地挖掘自我内在 那与造物主 神佛菩萨 相弃相同的能量频率 将它不断地彰显 不断地呈现的一种过程 这就是灵修或修行 用较白化或较通俗的方式说 修行就是通过自己的内心 来观察这个外在的世界 然后利用外在的世界 来锻炼自己的这颗心 也就是修行即生活 生活即修行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人 事物 都是我们的缘 也都是我们的对境 道场 修行就是修心 修清静心 做到清静无为 如如不动 也就是俗话讲的清心寡欲 并且改变自己的错误 秉性与陋习就是所谓的内外双修 这一切的一切都需靠日常生活中的体验 然后才会有所感悟 从古至今 世人都被写法误导而修偏了 都是在这项修行 身外求法 一切的修行都只停留在头脑智力上的层次 无法真正进入到心灵内的层次上 所以再怎么修都不会有结果 家人们需意识到 我们日常生活中时刻都是在修行 都是在体验 而从这些体验中就自然会产生出神圣的觉知 所以 日常生活中我们所面对的人 是 物都是我们的道场 对境 根本不需要再去找什么道场 你要的是修行又不是去参加派对 并且神圣觉知 是无法从书本中获得的 也无法从讲座 研讨会 读书会等等中获得 只能通过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的体验中获得 从体验中领悟什么是人生 所以 我们人世间的打坐 冥想 集体阅读灵性书籍 读书会或研讨会 或参加什么法会 集体大拜拜 朝圣等等 都是在做样子欺骗自己而已 修行只有靠自己 别人修也是在修自己 也是帮不了你的 根本不需要什么共修 告诉你要共修的人 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骗子 修行 灵修 其实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 所谓的行 站 坐 握都是禅 无论是跟人交友谈心 吃喝玩乐 一贫一笑 闭言一行等等 都是在修行 只是一直以来我们都被写法所误导 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忽略了 浪费了拥有这个肉身载体存在的意义 日常生活就是最好的灵修学校 生活体验就是最好的修行课程 一切生命都是我们的同修 一切历练都是我们的祝愿 日常生活中的一切 都在给到我们活出平和 喜乐 给到我们可以提供大爱心的机会 能让我们找到内心里的真正自己 了解真正的自己 活出佛菩萨的状态 产生大智慧 获得神圣觉知 谢谢阅读 感恩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